MING PAO TOOME 耳機 歡迎收看 G-CHAIN ULTRA 入耳式藍牙耳機講了很多 今次為大家帶來兩款頭戴式Bluetooth 耳機 JPL 的 TUME 700 BT 和 TUME 750 BTNC 兩款外型都相當接近 今次讓我做一個比較 方便大家去選購 別說太多了 馬上進行開箱的部份 開箱的部份已經看過了 基本上的配件非常簡單 有一條Micro USB 充電線 另外還有一條3.5 接線 方便你直接接駁到其他器材 不一定要用Bluetooth 去做聽歌 TUME 700 和 TUME 705 外型非常接近 功能上有部份不同 現在逐一跟大家介紹 先看看TUME 700 整個外型是以塑膠材質去設計 基本上拿上手非常輕巧 都沒有一些很重的感覺 整個耳機只有220g 整個框架是以塑膠材質去製造 上面亦有軟軟軟的海綿 另外兩個耳罩亦有很柔軟的設計 整個耳罩位置不算太大 功能上還用實體件 如果700的話 基本上會有開關 有一個3.5 插頭 另外還有三個按鈕 分別是音量減小 中間暫停播放 另外有音量增加 同時亦可用實體件 進行一些簡單操作 例如長按加好2秒 就下首歌 長按減好2秒 就反回上首歌 中間按鈕連按兩下 就會叫出Series 或Google Assistant 耳機闖用40mm動圈單元 藍牙版本是4.2 電池方面兩隻耳機 都是用610mAh 電量 相當足夠 至於700BT 續航力比較長 開著Bluetooth 的話 連續播放可以用到27小時 Tune 78BT 功能上大致上是這樣的 另外750BT NC 又是怎樣呢 整個外型和設計上 都是同一模一樣 都是大家用在塑膠的材質 基本上這個耳蓋位置 都是相當之舒服的 講到它的功能上 比700多了一件事 就是ANC 主動降噪 大家可以在耳機右手邊 去選擇開關ANC 降噪 而其他實體件的功能 跟700是完全一樣的 續航力方面 跟700有少少不同 開著Bluetooth 加ANC 降噪的話 就可以用到15小時 只開Bluetooth 的話 就可以用到25小時 連Bluetooth 都認識的話 就可以用到30小時 不過充滿一次電是需要2小時 大家用的時候可能要等一等 耳機是有Multipoint Connection 最多是可以連接兩個器材 只要在耳機上 按住Pause和加的時候2秒 就可以進行藍牙配對 好,規格部分 剛才看了 我覺得這次是兩款耳機 700和785 最重要的分別就是ANC 降噪 大家不要以為只是ANC 降噪有和沒有 很簡單 我用了一段時間 發覺原來兩者的聲音上 都會有很大的分別 我先來講講700的感覺 本身700的觸控力方面非常長 有27小時那麼久 聽起來有JBL的Pure Base Sound 整個低頻非常飽滿 音場和空間做得很足夠 另外人聲方面都比較向前 整體上聽起來 如果沒有750在手的時候 你會覺得700BT已經非常足夠 無論聽歌和打機也好 都已經很滿足 但當我拿到750來聽的時候 完全又引領了一個感受 首先我是在一個沒有ANC 降噪的情況之後 聽過 聽出來的效果 真的會將聲音完全壓到一半 就會聽到周周的環境聲 可以跟身邊的朋友聊天 但當你開ANC 降噪的時候 整個音樂感覺完全不同了 立即飽滿和豐富了很多 音場和空間感突然間廣闊 而人聲方面會更貼義和集中 整個音樂的細節 是多於700多很多很多 兩款耳機都可以進行免體通話 我做了測試 一齊聽一聽效果 Testing 123 現在我戴的700 進行戶外的通話測試 大家聽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呢? Testing 123 Testing 123 現在我戴的JBL TOOM 750 BTNC 進行戶外測試 現在我在街上邊邊走邊講 大家聽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呢? 最後來回總結 今次的TOOM 78BT和TOOM 750 BTNC 在聲音上面也是保持JBL大廠品牌 聲音一定有一個保證 配戴方面採用貼耳機設計 隔音方面都沒問題 另外通話質素也是一個不錯的表現 比一般的入耳式耳機更好 而在低延遲測試外 我覺得兩款耳機都未出現任何問題 所以打機看片都有一個好好的效果 來到選擇方面 如果大家是不足許可 我會建議大家買這個705 BTNC 因為在聲音上 當你開啟了ANC降錯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個700做不到的效果出來 而令聽體驗更加有提升 最後跟大家說 兩款耳機都有很多顏色可以選擇 在購買之前記得出去外面看看 今次兩款耳機的比較評測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有問題還未留言 我們下條片 再看看有什麼新產品和大家介紹 拜拜